为了一个大巨蛋 台北市长柯文哲多次扬言要跟远雄摊牌 却迟迟没有下文 成了柯P上台时说要办的五大案中最没进展的一个 但根据本刊调查柯P已做好跟远雄解约的决定 最慢在520中央政府交接之后 而可能承接大巨蛋的中信集团 也已经跟北市府协商会面多次准备接手大巨蛋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中信的财务团队精算 承接大巨蛋园区的合理价码大约为200亿元 引进国外技术团队或联手国内的其他企业经营 中信都在考虑 但中信最基本的态度是要接手大巨蛋 必须在北市府跟远雄确定解约分手后才有可能 中信绝对不会当小三 根据本刊调查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 2月19日在一场会议上就曾出示 以草拧完成与远雄解约的公文 北市府也以针对解约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 进行沙盘推演 并且也已在串联清科的议员 希望在市府宣布解约之后能力挺科P 再加上科P访美时就已刻意露出要解约的口风 看来科P跟远雄坚为了这颗蛋 从最开始的热骂到最近5个月的冷战 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